加州多家素食品牌包括麦当劳、汉堡王、Chipotle、In and Out等还有加州餐饮协会、国际加盟店协会、加州商会现在都联合起来反对加州州长纽森刚签署通过的素食业最低工资法案。 内容预定要从2023年起将规模100家店面以上的素食业者提高原本最低工资15美元到每小时22美元。 反对方认为法案可能会大幅提高素食业者的经营成本,且单独给素食业套上额外的法律规定可能涉嫌其事。 此外,联合反对方还决定要启动公民投票程序让选民自行决定是否应该成立委员会来自行制定素食业的劳工最低工资、工作时数以及工作条件。 值得一提的是,联合反对方从新法生效日起只有约三个月的时间收集签名,且签名数必须要超过上次州长选举投票中总票数的5%,提案才有资格列入2024年11月的选票中。 东西文团队洛杉矶报道。